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点回家之后就发现租住的房子房门打不开了 于是就绕到了房子后面从窗户翻了进去 却发现妻子已经死在了床上就赶忙报了警 案发地在2003年是一个老居民区 周围大多是平房建筑 死者租的房子也是个平房一式结构 房门是木制的位于南墙西角朝里开 进门的右手边是床 北墙上有一扇对开的窗户 里侧胡着挂立纸作为窗帘 窗户两侧分别摆放了一个写字台和一个衣柜 房门里侧还安装了私必领锁和插销 警方现场勘察 发现门锁插销均完好 未见明显的破坏 只在门锁下方的门框上 发现了一道长5厘米 宽4.5厘米的红色划痕 据死者的丈夫称 案发时门是关着的 门里侧上了锁 但是没有插上插销 北侧的窗户原本也是关着的 他为了翻进房间 则打破了玻璃才打开 房间里的床是在两个木架子上 搭上了一块木板做成的简易床 死者被发现时 头南脚北的羊躺在床上 他上身穿着长袖毛衣 脚上则穿着袜子 下身赤裸 只穿了一条红色内裤 法医检查发现 内裤前后穿反了 阴部还有分泌物 警方最终尸检确认 死者是窒息而死 警方在被迫害者身下 门口左侧的废纸楼里 还发现了用过的卫生纸 在卫生纸上 检测出来了三种混合DNA 其中一个是死者的丈夫陈某 一个是当时已经70多岁的老年人 经过警方调查 这两个人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那么第三个DNA是谁的呢 警方在现场还找到了一个烟头 经过检测 与第三个DNA是一致的 找到这个人 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可惜当年DNA数据库当中的数据比较少 经过比对 警方并没有发现DNA相符的嫌疑人 警方对案发地点周围 进行了排查走访 受害者的邻居说 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 大概四五十岁 他叼着香烟进了受害者的房间 走的时候 形色匆匆的 根据这个描述 警方调查了不少人 可惜他们的DNA 与现场所提取的样本都不相符 案发地在当年属于棚户区 房租很便宜 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 人口流动频繁 也没有监控 最终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这桩案子也就成了悬案 十多年过去了 原本负责这起案件的 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公安局 因为机构改革已经不存在了 到了2020年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安局 重启了这个案件的调查 当年案发现场所遗留下来的证据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纸巾和烟头 十多年来 证据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调查重启之后 DNA的比对有了新的技术手段 数据库的完善程度 也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2020年6月份 好消息传来 警方在数据库当中 比重了江苏淮安市洪泽区的邵某 他与嫌疑人所遗留下来的DNA相似度 为25% 邵某50多岁 年龄上与警方对嫌疑人的预判 大致相符合 但是进一步调查却发现 案发的时候 邵某并不在南京 DNA的相似度是25% 那嫌疑犯会不会是邵某的亲属呢 警方就马上赶赴淮安 悄悄对邵某和他的家人 进行了排查 调查的过程当中 警方得知了一个 让他们倍感意外的消息 邵某是从三岁的时候 被人从外地抱养到洪泽区的 这件事情 社区的工作人员 邵某还在世的长辈们 都能够证实 警方原本以为找到了邵某 然后围绕着他的亲属 做一圈DNA检测就能够找到17年前命案的嫌疑人 却没有想到邵某所有的亲戚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警方还是采集了邵某亲戚的血氧进行了检测 结果可想而知 可以说是跟嫌疑人毫不相关 那么邵某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呢 邵某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 邵某的叔叔 也就是他养父的弟弟告诉警方 当年呢 他的哥哥嫂嫂没有生育能力 就想抱养一个孩子 刚好隔壁镇子上 有一个女人带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无力抚养 就把孩子过继给了邵某的养父母 由于年代久远 不仅邵某的养父母已经去世 连当年的见证人都不在了 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 当初抱养的细节和送养人的情况了 调查至此 警方觉得也没有必要 背着邵某继续进行秘密调查了 干脆就找上了邵某 在邵某的手中 警方得到了一份50多年前的出身证明 为了从邵某的亲属当中找到嫌疑人 警方不得不拿着这份出身证明 为邵某踏上了寻亲之旅 这张1965年5月30号开具的出身证明 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破旧不堪了 出身证明上 用原著笔写着婴儿的姓名 出生日期 邵某身父姓朱 生母姓陈 他的亲生父母 原本是住在西安市阿旁区公路30号 当年的户籍登记 并不像现在这样是联网的 从少母亲生父母的名字入手 难有收获 警方只能够从上面的地址 阿旁区公路30号查起 但是如今别说这个地址查不到 连阿旁区都已经不存在了 出身证明的纸张很薄 因为反复的折叠出现了破损 被粘在另外一张纸上 那是一张旧式的交费单 盖着后资244部队 第一附属医院的门诊收费章 警方通过了大量的检索 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写的回忆录里 查询到了 后资244部队第一附属医院 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检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也称西京医院 由于西京医院和原来的阿旁区 在西安的一东一西 距离很远 警方就分析 如果是产妇分娩的话 应该是不会选择这么远的医院 再加上调查得知 邵某是在其身父母去世之后被送养的 警方就怀疑 邵某的身父是在壮年患病去世的 而西京医院应该就是 邵某身父看病的那个医院 那么医院里或许会能够找到当时的病例 进而了解到邵某身父的信息 警方就觉得 相比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址 从医院里面获得有效信息的可能性会更大 因此南京警方把西安市西京医院 作为了调查的第一站 他们能顺藤摸瓜地寻情成功吗 因为不知道邵某身父的名字 警方只能够去医院进行模糊查询 医院告诉警方 上世纪60年代用的男孩是纸质的档案 如果按照规定的话 纸质档案30年就会被销毁的 应该是查不到了 警方不想轻易地放弃 就决定还是去查查门诊和住院部的档案 碰碰运气 结果一无所获 这条线索算是断了 离开了医院 警方前往西安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考虑到公安部DNA信息库的采集 和上传存在延时 南京警方就将嫌疑人的DNA 与西安本地的数据库进行了比对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可惜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警方只好又把调查的重点 转回到了阿旁区公路30号 阿旁区这个西安市的曾经的行政区化 只是短暂地存在了11年 恰巧就是在邵某出生的那一年被撤销了 当年的阿旁区现在被划分到了4个区里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属于西贤新区 这个西贤新区位于陕西省西安 咸阳两市之间 是由两个城市各划出来一部分组成的 曾经的阿旁区现在可以说是支离破碎了 这让警方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 警方觉得想要找出邵某身负的信息 还是得查询当年的户籍档案 但是不知道名字 地址也不存在了 应该从何查起呢 邵某是1965年出生 1968年因为父亲去世被送养的 南京警方根据这些信息 推测邵某身负的死亡之间 应该是在1967年4月至1968年4月之间 他们就决定从死亡档案入手 可是应该去哪个派出所查呢 南京警方觉得 最老的派出所保存档案应该是最全的 既然要查阿旁区的档案 那就应该去阿旁派出所 在阿旁派出所 一个当地的老民警 却让他们去了三桥派出所 原来阿旁派出所 是从三桥派出所分出去的 老档案都保存在了三桥派出所 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 南京警方在三桥派出所的档案室里 翻阅了几万份死亡证明 终于有所收获 警方在死亡登记簿当中 找到了一个名字叫朱某某的人 他是1967年11月4日 因为食道癌趋势的 住址正是公路30号 这个人的信息与警方 对邵某身负的猜测基本相符 死亡证明上记载着 朱某某生前的是一名工人 有两个儿子 南京警方想要通过关联信息 查询朱某某两个儿子的情况 但是却又碰了笔 原来三桥派出所在1976年以后 才建立了完整的数据库 1976年之前的信息 都是无法进行关联查询的 南京警方只能够再想办法 他们在档案里又找到了很多户籍地址 位于阿旁区公路30号的人 原来公路30号这个地址 原来是一个工厂 叫做三桥棉绒厂 很多工人都把户口 落在了这个工厂的集体户上 南京警方想办法联系到了 其中一个姓张的女士 问她了解情况 张女士的母亲是1970年 进入了三桥棉绒厂工作的 据张女士回忆 当年工厂并没有姓朱的人 不过张女士的母亲是在 朱某某去世三年之后 才进的三桥棉绒厂 她不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 可是年代如此久远了 当年了解朱家情况的人 还能健在吗 警方又能够找到他们吗 一路调查至此 警方感觉柳暗花明就在进前 可是脚下的路 却又是山重水浮 最终警方决定 继续回去翻户籍档案 这次他们把查找范围 从公路30号 扩大到了整个三桥镇 从数十万份 陈旧户籍档案当中 排查所有姓朱的人 这一番又是五天的时间 这一次 警方找到了一个 户口迁入的记录 警方查到了朱某荣 因为上山下乡将户口迁出 后来又迁了回来 因此在户籍档案上有所记载 警方想办法联系上了朱某荣 经过确认 他就是朱某某的儿子 而他也的确有一个弟弟被领养了 他的父亲朱某某结过两次婚 父亲去世之后 继母就带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回到了江苏老家 他口中的弟弟正是少某 朱某荣还告诉警方 他的祖籍在南京市六合区 租里还有很多人住在那里 南京市的六合区 是由原来的大厂区和六合县 合并而来的 而那里正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 那桩案件发生的地方 当老人讲出了六合区三个字的时候 做记录的年轻民警 手都在发抖 他不曾想到 自己和同事从南京出发 辗转于淮安 西安 兜兜转转 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原来 真凶在这17年来 就一直潜藏在他们的身边 案件调查的进展逐渐明朗了起来 朱某荣主动将一份家谱交给了警方 上面记载了家族各代每一名子孙的姓名 根据DNA的相似程度 警方判断 嫌疑人是朱某荣和少某的堂兄弟 而朱某荣和少某的堂兄弟 一共有87个人 尽管这工作量还是很大 但总好过当初的毫无头绪 警方感到非常的振奋 警方对朱某荣的堂兄弟 分批次的进行了DNA检测 幸运的是 第一批次当中就比重了朱某荣 朱某荣在案发的时候52岁 与证人对嫌疑人年龄的描述相符合 此时他已经69岁了 发型依然是一个大背头 朱某荣在一个物业公司做保安 他常年买菜做饭照顾家人 是周围人眼中的好男人 可是警方调查后却发现 朱某一早年是南京到金湖的知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曾经因为盗窃强奸猥胁少女 两次入狱 2020年8月20号 专案组在朱某一的居住地将其抓获 经过审讯 朱某一的心理防线终于被警方突破 交代了17年前杀害受害者的犯罪经过 最终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 警方弃而不舍 苦勋真凶 终于将凶手神志以法 当年正值壮年的警察 如今都已经白了头发 朱某一虽然是逃过了一时 却逃不了一世 毕竟法往回回 疏而不漏 那么你对于这桩事件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